福里乡公所在乡长江东城各村村长和代表度筋谋的参与之下举行一场暖心活动 透过赠送物资给乡内弱势家庭 关怀照顾乡内的弱势民众还有长辈 福里乡公所在乡长江东城各村村长以及代表度筋谋的参与之下举行一场暖心的活动 透过赠送物资给予乡内的弱势家庭 以关怀以及照顾乡内的弱势家庭一级长者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义军全都同心堂虽然也在高雄 但是他的爱心真的是没有界限的 在我们的那个相关的曾村长的一个联系之下 每一年四季当中每三个月左右 都来赠送我们相关的一个祭拜的贡品的相关的一个物资 给我们福里乡相关的低收入的一个老人家 或者是独居老人的部分的话 或者是比较弱势的一个团体赠送相关生活上的一个物资 郁金玄都堂新堂献出了爱心 捐赠了袜子书籍点心等物资 来表达对弱势家庭的关怀跟支持 这场活动不仅仅是物资的赠送 更是对弱势家庭和长者的一份慰藉和温情 这个爱心真的是绵延不断而且没有界限 尤其在我们这个零四零三一个避震之后的话 其实有很多相关的一个行业或者是工作上 都会遭受到一些挫折或者一些损失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能够有这个爱心的物资的一个捐赠 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人间的一个温暖 相长张东城对郁金玄都堂新堂表达了深深的感谢之意 对弱势团体来说这些捐赠的生活用品带来了温馨满满 暖心满满的感受 记者高雙雙不理箱采访报道